我青少年实习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现在是大学吗 我以前和周泉 常常在这家餐厅吃饭 因为它又便宜又好吃 而且分量特别大 那个时候呢 正好赶上我们两个都是青春期 吃得特别多 然后有一天 我们俩钱没带够 还好认识老板 还让我们设账呢 老规矩是吧 对 老规矩 男朋友真帅 谢谢 谢谢 现在呢是我的青春登场 那个时候我跟周泉都没有男朋友 就差老板这局真帅 所以谢谢你补齐了我的青春 那就为你的青春 干杯 干杯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是不是得请吃饭啊 好 请吃饭 吃饭 吃饭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选吗 那我请你们吃下午茶 那我们晚饭也一起呗 不是自从说到结婚 一开始她说 不要遵照什么世俗的规矩 不想举办婚礼 但后来又跟我说 不行 生活得有仪式感 一定要举行一个浪漫的户外婚礼 不是你说女人怎么这么善变啊 今天是我一套 明天又是一套 你还好吧 周泉还愿意给你提要求 你看我们家令寻寻 只要一提到关于婚姻的问题 她就自动屏蔽 我都希望她也求求我 跟我要婚纱 要婚礼的感觉 男人都挺犯贱的对吧 你犯贱 不是我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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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最終的時間 世界都會好 說你會好 我知道你為我 你知道你為我 我和你 我們只想要在你 永遠和永遠 我知道你為我 你知道你為我 愛你 你永遠感受到你的心 交換戒指 你永遠感受到你的心 救不住了 哥們 意外驚奇暴露了吧 兄弟 好可憐 好可憐 !!